著名的少林武功大師 这叫二牛分尸 听着名字就够害怕的 这可是石打石的较量哦 牛是不会留情的呀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制服两头撞牛的力量呢 行程大师用的是 以一领气 气与力合 以气壮力力发制牛 这就是少林气功以真上乘的奥秘 哇 他要和单个牛较量 发力 石进 你就是牛魔王 我也要把你扳倒在地 合上壮钟 士行程大师 运用了少林气功的精髓 气由丹田来 依旧丹田发 而迸发出千斤之力 这就是气功在武术中的真谛所在 敷人 依旧兵的 你的 你 文元一气排打工 是少林派的内气功 讲的是 利以柔而刚 气以韵而食 利从气出 气引力后 练到上乘境界 气与力就达到 魂元一体 肌肉身体就能承受 惊人力量的打击 哇 少林真功夫 令人叹为观止啊 这又是什么招数呢 是不是喝酒不醉功呢 哦 把瓶子打醉了 嗯 又一下 看来酒是喝不成了 试行成大师 练的是少林金沙掌 又叫铁插手 此功练成极难啊 由口诀为正 金沙掌法是硬弓 百人难挑一人成 日差沙豆千万掌 砍切拍凿 厉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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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灯法师 第一传的少林绝技 少林梅花庄 少林海灯法师的高徒 范英莲和李星友 在庄上 在庄上 脚步有张法 身手有板眼 飞腾跳跃 如履平地 可见 他们已有了很深的庄供 梅花精泽 梅花庄拳 是在十一根梅花形的木桩上 打的泉路 很有实战意义 据说 梅花庄拱 自清朝乾隆年间 就已失传 后来少林高僧 汝丰上人 口寿密传给海灯 经海灯法师 钻研领悟 和数十年的艰苦演练 后又传给了高徒 范英莲和李星友 终于练成了 独一无二的梅花庄绝技 这是海灯法师武馆 少林海灯法师 是身怀绝技 及文学武学佛学 于一身的爱国高僧 壮观的海灯武馆 他将以禅更静 以武更雄的棋子 为弘扬中华武术 做出贡献